我捡日来 强财到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直远远远了 哇 哇 哇 八个快点 我一杯下江飘远方胡同里就像最人长 你不喜欢这张学吗 瘦丫头 我叫贾勇 这名特别好记贾勇 不是真勇 在这土生土长的老北京 这一小孩在这住 一直到现在 在这三十多年吧 我有一个爱好 就是拍照片 拿着相机 途中的就叫转 拍这些照片 把这些老的东西老的面下 给它留下来 老北京的电影《烂生地》 新剧的《烂生地》 好多真正的老北京的文化的东西 都集中在这地区了 是 饭 挺好的 这叫饭是吧 这叫北京的饭 那是 有感觉 好 第一道 哈哈 从84年85年 开始拍葡萄的 你当时也很盲目 没有那种人文思维啊 因为从摄影角度上 跑得当然不怎么太成熟 就是想到哪儿 看到哪儿就拍到哪儿 周围的这些 杰夫斯林也说 这这不是神经病 照这干什么 咱们家脚眼没受死了 有毛病那时候 你又说你跑这儿干嘛 都拔屎了 你害什么羞我 是不是 可是呢 我就特别喜欢这东西 老师也都不是我 拍这风光眼镜啊 你喜欢哪儿 了解感觉到哪儿去 保证你拍的到外 保证你跟别人拍的不一样 其中我拿出我的照片 这是八几年的 这是九几年的 这是零几年的 能拿出来 让大家会看看 这个地区是怎么变化的 能一个记录 今儿我这活儿没白干 咱北京人不排外 可是呢 老北京地方的这种文化 是一个区域的东西 什么是文化啊 实际上几代人 包括我们小时候 看到的父辈的那伯人 在一个地区 在这怎么生活呢 就是说俗的点 吃喝拉撒睡 形成一个习惯子 这就是地方文化 我的想法还是把它 能保留一部分 保留一部分 起码让我们底下这拨人 我的孙子 我儿子他们那拨人 能见着好多东西 站几趟了 拉一趟就拉一趟 这天来拉一趟 冤不冤啊 那没办 那没人做 你看世界有人啊 胡纳林那找一搓澡的 就是搓澡 你看这多辛苦 亲爱的胡同 你好 记得很久以前 你总是一眼望不到头 但现在看起来 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你了 北京就是我的记忆 时刻提醒着我 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 你那眼睛盯住了我的眼睛 看好了我 别看这儿 看我来 看我来 注意了 走嘞 别走 人家 带我来 别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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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